我們看徐旭東在台灣的經營版圖 橫跨了包括電信 水泥 百貨 到金融 銀行 甚至包括證券 我們看到船運 化工 徐旭東的版圖其實非常非常廣 甚至我們每天走高速公路 ETC也是徐旭東的遠通電收 來負責經營 所以它的版圖非常非常大 可是最距徐旭東在忙什麼事情 忙著收購一家虧損的公司 好 我們看到它的重大聲明 關門這故事是台灣方面 等一下有香港說法 還有大陸說法 這個故事我們要多一多久發現 這是一場商葬的典型案例 商場的作戰 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 台灣 香港 還有大陸多方人馬 在搶一家公司 而大家用各式各樣的手段跟方式 來爭取經營權 有人用合法的 有人用非法 有人用明的 有人用暗的 我們先看徐旭東做什麼 因為徐旭東走的是非法 不是非法 合法而且走明的 第一個在3月份 3月底的時候 連續發兩批公告 雅尼用港幣 大概又台幣5.505億元 收購了中國三年的股權 大概是2893萬股 在兩天之後又宣布 雅尼再度啟動收購三水投資的股權 總共砸下了新台幣23億 這家公司直指的就是 三水三水 三水水泥 所以雅尼不惜拒之來收購一個 讓去年雅尼大賠的子公司 而這家子公司目前在大陸 是違約狀態 就Default 因為它的兩筆贊物 60億人民幣的債務 大概就300多億 是還不出錢來的 那為什麼徐立東要砸大錢 來詬病這家公司呢 好 這是台灣方面的說法 我們回來看一下 大陸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三水泥的總部大樓 觀眾朋友看不到對不對 因為昨天打翻天了 有煙霧彈 有高壓水柱 有挖土機 挖土機不是挖土 挖土機是來沖大樓的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大陸人很兇喔 因為辦公大樓 被過去董事會的副董事長佔據 那董事長進不去 就調來了掛手挖土機 來往裡面沖 那裡面的副董事長怎麼辦 就丟煙霧彈 用高壓水柱驅離 觀眾朋友你知道 現代大戰打起來了 搞得警察都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警察躲都沒有地方躲 因為一邊是沖挖土機 一邊是沖水泥車 一邊丟煙霧彈 一邊又高壓水柱還擊 這就是三水水泥 在山東的總部大樓 那就妙了 大陸打翻天 那徐立東在香港買翻天 那這故事怎麼多得起來呢 觀眾朋友你會去買一家 連辦公總部 都在作戰的公司 它不是軍火商 它是做一家水泥的公司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2016年 山岸水泥是大虧的 而且重點是 它負債還不出來 目前在整個共產圈 是沒有信用 在債券當中 發行了兩檔戰卷 欠了60億人民幣 直接違約 還成為一個金融事件 但為什麼大家要搶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觀眾朋友 因為這次想中國水泥的大戰 我們看山水的水泥 這家公司的產能很了不起 它在中國排第五名 是5945萬噸 我們要把它主角帶進來 亞洲水泥在中國是第十名 是2662萬噸 也就是亞泥買了山水之後 它砰砰砰 會直接跳到第四名 成為中國第四大的水泥廠 現在他跟誰搶 還有一個第九名的天瑞水泥 第九名也在搶山水泥 所以天瑞打算是 他跟山水合併之後 他也會成為中國第三大廠 中國建材 中國最大 他也想買山水泥 成為鞏固他第一名的大廠 所以這場大戰就很妙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角力非常非常複雜 我們把股東全購給拉出來 因為觀眾朋友 除了剛剛總部打仗之外 另外亞泥在香港佈局 上大股東也告來告去 因為亞泥是第三大股東 那第一大股東是天瑞集團 第二大股東叫山水投資 山水投資是員工持股信託的一個公司 第四名是中國建材 那山水投資還曾經告過亞泥 因為亞泥去年第四季的時候 曾經公開收購 結果一股都沒買 那公開收購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所有的債權債務關心暫停 為什麼 因為銀行也要暫停嘛 等你老闆出現之後 我才能借你錢啊 不然連負責人 連代保證人是誰 我都不知道 所以 當時山水水泥的大股東 就想告亞泥 說你這個公開收購動作是假的 是故意阻撓我債權債務的關係 讓我經營不下去 那亞泥就說沒有啊 我要收購啊 只是價格不對 所以今年三月份 他又啟動第二次的公開收購 結果香港大股東又不爽 你故意要搞垮我山水 為什麼 因為你一公開收購 我所有要借錢啊 要貸款啊 跟人家買設備啊 全部暫停 因為人家都要等我老闆出現嘛 所以就認為你試圖干擾 可是亞泥不買山水水泥 他跑去買山水投資 他直接想去買第二大股東的股權 不是買第二大股東手上的股權 而是買第二大股東本身的股權 因為一二名他們是聯盟的 三四名是聯盟的 可是現在一二名產生點嫌隙 我要講坦克也做觀察 這是一場現代亞洲的水泥的商戰 就是台面下角力 台面上法律打翻天 而律旭東在裡面已經進行了三年 他佈局山水泥已經佈局了三年 現在雖然山水泥總部打翻天 可是律旭東感覺就是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扮演黃雀的那個角色 就是台灣這個商場的怪財奇財 律旭東您的觀察 其實這個佈局已經超過三年的時間 因為他持股 第一次發動攻擊在2014年 可是他持股是買了四年的時間 他是在2010年開始慢慢慢慢買 買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律旭東看的邏輯是 因為他現在律旭東的雅尼 買進他大概20.9% 所以在這個權益 他必須要提裂他的損失 被公出售的這個部位 所以去年的話 雅尼其實有一部分的虧損 就來自於這個山水水泥 有人就問他說 為什麼這個虧損你還要買 只要繼續把用 而且是不抵載要破產的公司 對 把洞越來越大 可是他現在很聰明 你看他現在買的 就不是在買山水水泥 他就先買山水水泥的 類似控股公司 這個叫做山水投資 所以這個部局 其實在今年開始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在兩年多前 他律旭東的雅尼 曾經聯手這個中建財 就是第三第四大 中建財是中國第一大 對 然後他應該說是 股權的 股份第三第四大 然後再加上這個山水投資 要去拿下這個山水水泥的 這個經營權 結果山水投資倒戈 就是在陣前倒戈 跑到跟天瑞聯手 所以就被踢出去 董事會的席次外 這一次觀察的特別是 剛剛事公主提到 開始打了 就是第一第二大在那邊 就是鬧翻了 搶辦公大樓 對 所以開始搶了之後 因為有人說 我們公司沒有虧損 就是錢的副董事長 然後另外又說 你這個都是假的 反正很多因素 我們可以簡單說就是 一二大的股東在細搶 剛好這個細搶的過程之中 其實第二大是一個 這是一個信託 我剛剛講過 信託 然後跟創辦人 還有公司的管理高層 就是整個都是類似 他其實不是一間公司的性質 他只是一間投資公司 只是股權大家集中化 所以這個案例裡面 我們看徐曉東 是往這邊做佈局 我們必須說 他一旦拿到這個相關的股權 很簡單就可以超過 至少是40幾%了 25加20左右 中國監裁才會支持他 對 中國監裁只要支持他 那就有機會 為什麼現在會出現 這樣子就是他動作很聰明 他沒有急著去買三水水泥 他的停牌也是一回事 但他沒有去買 因為第一個 還是債務有很大的問題 現在債務是誰在支持 是天瑞在支持 天瑞在支持 三水的這個債務 幫他做合理的蛋白 先有兩層 第一個就是四大股東 現在講 這家公司叫三水水泥 是中國第六大水利公司 那現在是第一大股東在做保 因為他董事長要做保 支持這家公司 可是你徐曉東 在偷偷搶我第二大股東的股權 那第一大股東能夠當董事長 所以第二大股東的支持 那不是天瑞就生氣了 那哪一天再多我還 可經營權被你拿走 其實觀眾朋友 因為徐曉東非常厲害 就跟太平洋收購那時候併購完一樣 其實有人是負面批評 也有正面批評 因為要不是你不好好經營 你的經營權怎麼會有機會讓我得到 觀眾朋友 商場上沒有說什麼陽謀一謀 只要能夠拿得下就是霸主 所以現在徐曉東也利用這個機會 在挖天瑞水泥的牆角 一旦被他拿下來 那徐曉東在中國的水泥 辦獨就完全不一樣 剛剛施工已經把這個排名前10名列出來了 所以加起來大概會變第四大的這個水準 那為什麼 我們來看 因為很簡單 山水水泥主要的這個廠房 因為我們知道水泥是有區域性的 不好運送 然後甚至有這個執照的部分 也沒有那麼容易拿到 那整個亞泥的部分 其實它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廠房 都在成都 然後跟這個武漢 還有在江西 然後在台灣 那你會發現 其實都在華東地區 成都 然後這個是湖北 武漢 然後江西 就是亞泥現在的這個 大概的戰略位置 都在這邊 對 延長江 可是我們這張圖很有意思 這張圖是什麼 就是水泥價格越好的 顏色越重 然後你會發現最重的是哪裡 在這個河北跟山東 這裡跟亞泥也沒有關係 然後再這樣東北 這也是要建設的這個新的區域 也沒有關係 所以你發現 其實他看到的是 整個山水水泥在山東 在東北 很大的一個市占率 跟它的這個產能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它在卡位的俄羅吉亞 就是要把版圖 從華東走出去 它變成一個箭頭型的攻擊 對 因為現在 包括雄安新區也是一樣 它都是在這個河北這一帶 對 山東 所以你發現 山東 河北這一帶的話 剛好都 山東 河北這一帶 剛好都沒有這個 亞泥施展的空間 所以藉由這樣子拿下相關的股權 其實很簡單 它就可以把整個世界版圖 從華中 往北部 然後再往西部做一個移動 我要請阿中哥 因為其實徐立東真的是鬼才 能夠等這個機會 他也準備了三年 現在看樣子 雖然我們剛剛看到照片是 山水泥現在打翻天 可是事實上徐立東 他不管你總部怎麼打 他按他的計畫一步一步 要準備吃掉山水泥 其實亞泥吃掉山水之後 他在整個地位就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觀眾朋友 他在長江流域 甚至山東流域 因為水泥是有區域性 他具有定價權 在全國範圍當中 他是老四 在個別省份當中 他是老大 基本上 徐立東這一步 水泥沿海沿長江沿山東 他的玉米也可以做生意 他的貿易也可以做生意 他的金融也可以做生意 您可以觀察 其實我是覺得有點疑惑 為什麼會覺得有點疑惑 因為這個是台資公司 跟陸資公司的對決 你覺得最後台資公司會贏嗎 我存在一個問號 請吃水餃就好 請習大大吃水餃 你在台灣請吃水餃也許有用 你去大陸請請看 你搞不好其他公司都被繳掉了 我們看很多台商的案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先講這個整個事情的發生 要把時間拉回到2015年 你剛才那個股權 那個結構你不要弄掉 就那四個股東 這四個股東其實很有趣 天瑞 天瑞在2015年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碰到什麼 碰到亞尼發動收購戰 第一個發動收購戰的是亞尼 亞尼先跟中國建材聯手 他說我要收購山水投資的股權 所以他2015年大概4 5月的時候 他就發動了這個奇襲了 那天瑞怎麼搞他呢 天瑞就說 好你要來收購是不是 天瑞如法炮製 天瑞去找了山水投資裡面 因為山水投資剛才Tank有講 他是一個員工持股信託的公司 他找了其中有6個股東 他私下匯理筆錢給他們 說我們在山水投資裡面 收購整個山水公司的股票 就山水水銀的股票 我們的目標要把原來是28.1對不對 我們把它收到超過30% 所以我只要用一個小量的股票 我不要收太多 我不要把你整個25%的股權買下來 我只要買你其中的一部分 持有山水水銀的股票 我加起來我只要收2%就好 我就超過30%了 結果這是那一年的11月發生的 他們發動了這個 就是要跟徐熙東對抗 那這件事情還沒炒完 還在僵持不下 兩個就開始對打了 然後2015年又出來一件事 最後到了2016年的時候 到年底的時候 2015年年底的時候 公司宣布轉贏為虧 虧損 虧損 你合理的懷疑嘛 誰會造成虧損 一定天瑞嘛 天瑞現在跟你雅尼在對抗的時候 那我怎麼辦 我就讓他變虧損 我虧損以後我還不 還不 還不 就只罷手 我再讓公司的公司債違約 對 倒債 所以倒債 我就讓他短期的債券給他違約 讓整個公司的債券 從原來CC級變成第一級 對 變成垃圾債券 你雅尼就很難對台灣的股東交代 好 那我就讓你雅尼去提裂損失 對 雖然這家山水 我們可以講說山水的體質應該是不錯 對 好 因為我覺得 徐旭東夠精明 他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 所以你知道 他會去拿SOGO 是因為SOGO體質很好 對 他不會去拿爛東西 沒錯 好 可能問題是 他又不願意花高價格 是 所以精明的生意人 就是我會看到好東西 出現一個縫隙 或這個縫隙 有沒有十足的把握 我先不管 我先把旗子插下去 沒錯 我就想來佔這個地方 然後拿時間慢慢跟你玩 好 那我覺得徐旭東的 從他 你之前講SOGO的那個案例 就非常明顯 他很能摩 那你講 同樣經營百貨公司 星光三月 就不會幹這種事 對不對 為什麼 星光三月就是 我要名門正派的幹嘛 所以你看他去大陸 被大陸 一講什麼 他要求就是 我要100%on 我不會跟你講合資 對 那所以後來被挑釁了以後 他乾脆就暫停 所以那可是徐旭東就不是 徐旭東就是 慢慢磨 我合資慢慢跟你磨 有了機會 我就見縫插針 我就下去 所以在這個案子 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15年 等於他被天瑞搞了一個 徹底的敗仗 對 所以又提裂損失 然後股權收監 然後還公司 從原來還賺錢的 變成虧錢 最後還公司在違約 然後搞到最後停牌了 對 那現在徐旭東又準備 開始做第二戰 對 那就會發生 你剛才看到的 你這兩天的新聞 是 那就顯然公司裡面有人說 你要來 因為他是有一個高管說 我們已經把他下面的子公司 油虧轉銀 看起來營運有起色 對 現在就有人有意見了 就開始武裝讚你 那很好笑 他說每次打架 都是因為賺錢 不能賺錢 財報一定要做賠錢的 這天啊 對啊 你意思就是 我們都是賺錢做假賬 你現在碰到的就是 台灣人 台灣財團碰到了一個土流氓 對 土流氓就是說 你不給我經營權 你要拿我走的經營權 怎麼樣 我把這公司燒了 是 我把公司毀了 我吞他一大堆毒藥 買一大堆地雷 我看你怎麼辦 對 那這件事情你搞到最後 如果你去打官司 我跟你保證 這個官司你一定輸 是 因為在外商要在中國打贏官司的 我看屈指可數 是 尤其台商 可是你如果不打官司 你真的要在裡面 你說搞巧取豪奪 我要這個聯合老大 打擊老二老三 欸 就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大家都會聯合啊 但很聰明 他現在已經在收購 因為收購速度很快 從三月份到現在 收購就剛剛講的 第二大股東的內部股權 他速度進來很快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東西就是我講的 15年他被人家沖一糠 所以他馬上從這裡面學習 你會收小股東的股權 我就來收 我花更大的錢就收 那現在看起來 天瑞就矛起來 要用人為的方式 立抗你們這些外資